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座都以雄伟壮观的师态跨过山川 连接天见 今天我们的目光将聚焦于一座更为惊艳的桥梁 花江峡谷大桥 它不仅是世界第一高桥 更是世界山区峡谷第一大挂渡钢横悬梁所桥 横竖都是世界第一 是当之无贵的桥梁界顶流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龙女 我现在就来到了这个世界第一高桥的观景台这边了 在我身后这座大桥就是世界第一高桥 花江峡谷特大桥 据说十月份就开始要通车了 现在就跟着我的镜头 咱们一起了解一下这座大桥吧 大家看这个桥 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壮观 从下面的水面上到上面有625米 相当于220层楼那么高 这种高度带来的震撼让人不禁对人类的智慧和勇气肃然紧净 这座桥全长2890米 主桥为1420米 刚横加尽量选左桥 这座花江小谷大桥位于贵州安顺市 观里四四线与前西南针峰线交界处 炉子超高的大桥建设难度超乎想象 花江小谷地居三高谷深地形险峻 地质构造互查 峡谷风力湿度温度变化莫测 给工程建设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值得一提的是啊 花江峡谷大桥是一座纯贵州的大桥 从投师设计到施工都由贵州团队完成 并且使用是贵州本地建材贵州桥梁建设者 凭借着胆大新系推陈出新的精神 创造了一系列的新技术新工艺 攻克了山居峡谷峰混泥土焦树 优化锁谷加测高宫大盾位吊庄等一系列的难题 用智慧和汗水焦树级这一座超级桥梁 闪现了令人瞩目的贵州实力 相信不绝的将来啊 这里将未未成为贵州旅游的又一个热门的新地标 虽然目前这里还没有建设好 桥梁呢也还没有东车 但是每天来这边拍照打卡的人还是挺多的 这边这个路面呢还没有弄好 然后就会有一些泥沙啊什么的 然后这边呢护栏也还没有装上 到时候会建一个那种观景台 提供给大家观赏世界第一高桥 这么热的天 这里还有卖东西啊卖冰粉什么的 大姐你这冰粉怎么卖啊 五块一碗 五块钱一碗啊 哦可以 这是冰块 这里还有卖粉 卖洋芋巴 玉米 你这个玉米是煮好的 很甜的 木玉米 那玉米多少钱一个啊 叶子五块哦 嗯 这价格的话都还是可以 不是很那个啊 五块钱冰粉 五块钱的玉米 来 我们叫了三碗 加冰的 我来尝一下 这个大潮线 对你给我们海铺啊 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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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神迹冰粉 嗯 冰冰凉凉甜甜的 还不错 有不够甜吗 要不要加糖 不要加糖了 这样可以了 你坐这边 这边没晒 嗯 嗯 可以的 最近这两天那么热来玩的能多吗 嗯 嗯 太热了能就比较少啊 干净凉一点的话就能多点了 确实太热了都怕松鼠 要国境节在通车吗 那我看到下面都有车过了 空存车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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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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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风 然后这 那伞轰轰轰大的就还好 因为那么热 你们这个要不要交钱给他为了 这个餐这样 不交啊 那还可以 以后就不知道了 现在肯定不交了 现在肯定弄好 有人来的不错了 他还交 这交都没有人来了 如果弄好了变成景区的 肯定是要浇的 我吃个饼 你家就是住在附近吗 大家 我家住在附近 十几分钟可以到家 那每天来这里才摆单还可以 贵州的天气真是千变万化 刚刚还是晴空万里 现在那边就有一团乌云密鼓过来了 马上要下大雨过这边来了 有可能下不过来 但是已经近在迟迟了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要过来了 比刚才 哇这个下过来真的会超暴的感觉 非常大的大暴雨 刚下不过来 风往周边去 风往那边吹了 可能就吹它了 不会过来了 难怪 大国人真的过不来 这风一直往这边吹 吹着我 它这个下雨 一般的一样的雨 是不过了 二点火不下了 这个二点火不下了 这样的啊 几边吹一边吹一边不下 突然就下了这么大的暴雨 刚刚我们看到 那个桥上面的还有施工人的上面 他们应该怎么办 还挺好 哇塞 这个也太大了吧 哎呀 这水太大了 把伞上都积了好多水 这个雨啊 来的也快 去的也快 马上就要快停了 雨快停了 据说啊 这座大桥啊 10月份就可以通车了 这样的一座大桥 你会考虑过来看看吗 哇塞 真的好高啊 这里将要打造成 以桥为目的 以桥为文化 以桥为场景的 贵州桥与中和3.0样板 花江小谷大桥 不仅是一座交东要道 更是一个融合了旅游观光 民族风情 乡村盛兴 桥梁文化 地势极观等多元元素的 综合体 成为国内首个旗 桥梁观光 桥梁运动体验 旅游服务为一体的 桥梁松合体 它不仅仅是一座桥 更是人类挑战之人 追求卓越的乡村 是贵州向世界闪失事迹的 一张亮丽名片 让世界领悦到贵州的 徒得魅力 工作均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